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請Harry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Harry 你好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楊先生 楊先生 你好 我們先聽聽唐小姐的電話 唐小姐 你好 唐小姐 想問哪隻股份 1766中國鐵線 1766是中車 是 中車 有沒有貨的 有 12.3.5日 12.3.5日 我們先回答這個 12.3.5日是中車 現在是9.8.9 沒有了3元 股價都是偏遠的 跌四先 再看中車之前 一直都是說一些一帶一路的消息 最近的一帶一路好像都沒有再炒過了 上星期就公佈過中國中車和吉萊特 簽訂了戰略合作 二向說 你覺得這隻股份應該怎樣部署 12.5日買入是應該持有還是止虧 止虧又不用止虧 止虧的話我補一些高位才止虧 但是12.5日 我想交流觀眾都想了 已經瘦了很久 應該大概6、7月的時候 買到現在 所以近幾段 他就一直橫行 見到他9.5、10.5 只走1元而已 很悶 我覺得你不如先等一等他 除非他突然間 你看到他很大之陰燭 走到9.5樓下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止虧 如果你真的覺得 本身都沒有什麼機會 對這隻股份沒有什麼信心的話 我覺得就算你止虧也好 你想想10.5 那些橫行區間的高位才止虧 暫時你等一等 我覺得股價都是走一個橫行區間 好啊 剛才還有另外一隻股份想問的 唐小姐 是的 那隻6月製約 2186 2186 是 綠葉製約 是不是有貨的 有啊 是呀 多少錢買入呢 11.5元 11.5元買入的了 那我見到股價 就是都沒有了一節 6.79元 但是今天股價就逆市向好 就升超過2% 綠葉製約的前景又是怎麼樣呢 就是沒有了一節 應該怎麼說 就是止虧好 還是夠持有主呢 2186 它的股價走勢 就做得一般比的 但是本身最近的消息 其實你見到 都是有些新注射劑的一些消息 不是說太多的一些很特別的一些因素在那裏 但是股價露5走低的時候 其實去到這些位置我覺得 我覺得就不需要說想止虧了 因為已經軟了少少了 不如你等等它反彈 我覺得反彈上去 7.8甚至8元那些位置 那個機會是有的 但是要等一會了 因為那些資金就拍了11.177和1093在那裏 始終那邊那個的看法 或者是剛剛出來的業績 都叫做得挺漂亮的 所以那些資金要等它炒完一陣那邊 那兩隻藥業股 才會回來這隻股份 可以再擺一會 這隻股份 我們看看電郵方面有什麼問題 見到有一位楊婆婆 她就想問中國家居692這隻股份 見到最近大跌 她在8.1千半買入 現在最新一毫幾支 想問Harry你應該沽出還是持有 前景是怎樣看的呢 這隻股份都令她虧了很多錢 怎麼辦 沒有前景可言的 老實 其實股價跌了八成下來 其實這樣走勢 其實我覺得 止蝕其實有點嚴無畏 我覺得你不如等多一等 這些股份 既然你去到這個位都沒有止蝕的話 我建議你不如 就維持它擺久一點 你可能是兩三年的 記住這件事 因為其實如果你現在止蝕 你拿回你的錢都不是很多 所以不如等它一等 等它下一個消息再炒起局 但是 就給楊婆婆你再一個教訓 其實這些股份 聽消息之後 你要設置指折價 因為其實如果去到這些位置 就很難夠倉 就算我覺得有消息反彈 你頂了龍 都是看三四毫子左右 所以其實很難回到家鄉價格 所以你等一會 給一點點耐性 692來說 可能要等下一個消息 因為它本身 其實這隻股份 如果你看它的歷史 久不久都和你轉一轉那些名字 有機會會被炒作 但是趁著下一個消息的時候 就很走貨 明白 我們聽聽另外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楊先生的 楊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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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 我想問一下恒指的走勢 好啊明白 我們看看恒指現在最新的走勢 看到恒指現在最新是正在升 現在升25點 最新報22,093點 Harry都看到內地股市方面的跌幅收窄了 剛才一回來是跌幅2%到3% 創業版跌差不多 跌4% 內地股市都好一點 所以港股是否跟轉好呢 本身恒指來說 我在看月初都可能會掙扎一下 月初其實是比較多消息面 包括一些SDR的因素 又或者是PMI 再加上 歐洲央行又會議席 其實市場上面 面對著的不明流因素 就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 也不會說 隨便有一個明顯的沽壓 又或者埋上去 你會看到A股突然間的走勢會很嚇人 但是相對而言來說 看到恒指比較穩定 為什麼呢 因為A股先前抽上去那一刻 恒指不太跟 所以別人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自不然都不會跟著 所以形勢上 逐個逐個消息去看 因為其實看得很短 我自己向落望的時候 我會給我心理預備自己 是個22000會穿的 可能今個禮拜都會試一試下去 218 但是就要看看本身 譬如說我們講的SDR的因素 究竟納入人民幣你是擺10% 還是12% 還是8% 可能消息上的看法 大家看得很短 可能刺激力度也會有 所以我暫時去看偏淡一點 但是你說大跌多 四五百點 我覺得未必可以看 所以先看21800 向上看 所以如果PMI 叫做穩穩陣 不做得好一點 你可以有條件試上去 25 但是你會見到 我看法上面 都比較保守一點 而且都是幾百點的上落 指數上面 未有這麼快的行程 走出來 Harry 如果今晚稍後時間 最快明早 SDR那邊 就會公佈了一個結果 拳重方面 差過預期 即少過預期的比重的話 對市況會帶來什麼震盪 兩三百點 其實你說老實 SDR有關什麼行事 是完全關事 說真一句 借消息 對於SDR比重 有多少不是買人民幣的股票 是買人民幣的國債 債券那邊 所以我覺得借消息 有些炒作 但是無謂 因為現在和你捱這兩三百點 是怎麼解釋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概念上的炒作 以及實體上 會怎樣去反應 例如PMI 我當你還是不上去50 的話 其實大家也知道 中國經濟不太行 所以 表現上來說 為什麼我說呢 心底裡 其實你要知道 究竟 整盤的大局是怎樣看的 但是指數的夾升夾落 就會可以是兩三百點的一個波幅 因為 其實成交額又不是真的多得那麼多 所以暫時的走勢 我說沒有一個行程 就是沒有一個看法上面的改變 你說中國是很差 我們也有預料到 但是 你說它很好 又好像沒有很久 所以 就要看看 譬如說 大局上面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不會有多少少東西走出來 又或者是SDR 會不會驚喜程度 去到15% 我覺得驚喜 但是 機會上面 又好像看得不是那麼大 我們看遠一點 整個12月的走勢 你是怎樣看 會先高後低 還是先低後高 我不做這些預測 因為 其實每一個消息都不同 所以我看一看 我看了兩天 所以我奉願一下陽先生 看可能比較短一點 中間的走勢的變化上面 譬如這秒鐘 你會見到指數 其實你升就升不上 跌 那個機會又在的時候 如果你的倉位上面 是比較重倉 譬如說 我已經買爆了 你可能要先退一步 有個預備線 因為指數 可能要搖兩個禮拜 才慢慢地 可能會有一個行程走出來 美市 才跟你玩一下 什麼粉色廚窗 那些東西走出來 所以暫時來看 就看看本身的走勢 我看今個禮拜 都是比較浮浮沉沉居多 嗯 比較立一點 市都見到 成交方面都400多億 到現在的時間 多謝楊先生你的查詢 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Harry做回申報 剛才說過的指數相關資產 或者是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多謝你 休息一會後回來有多次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